内地和香港于年初恢复通关 大旺本地客流 为疫情期间大为受挫的零售业仍来复苏 随着商场人流回升及商户业务逐步好转 上半年收租股业绩受提振 行农地产 00101 物业租赁收入增长5% 零售物业出租率维持高位 大行指出 受为内地经济复苏 下半年行农地产业绩将保持稳健 加上估值偏低 因此看好未来表现 行农地产上半年 租赁收入上升5%至52.4亿元 内地与香港业务商相向好 高盛指出 行农地产租户销售 及租赁趋势保持健康 按人民币计算 内地租户销售 及租金收入分别增长42% 和13% 香港物业组合的租赁收入 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实现 按年增长 其中租户销售销售额回升22% 租金收入亦增加4% 跑赢本地零售市场 高盛维持行农地产 买入评级 目标价18.3元 经济活动全面 復常下零售业逐步回暖 市场对前景保持乐观 汇丰研究表示 行农地产业绩合乎预期 随着商场租户销售得到改善 来自租赁业务的收入 有望进一步增加 该行农地产在港租任业务刚开始恢复 租金收入或保持温和增长 至于内地业务 则视乎未来经济发展前景 汇丰维持行农地产 买入评级 目标价16.6元 值得留意的是 行农地产租金收入需保持稳健 但其内并未录得物业销售收入 加上人民币汇价变动 总收入按年略微有所下跌 花旗指出 行农地产基本面稳固 但投资者可能对于消费市场前景感到担忧 同时留意人民币走约带来的影响 预料股份价格较年内 每股资产正值NAV 预测折让近七成 花旗维持行农地产 买入评级 但将早前的NAV折让幅度扩大至百分之六十 估值基础下调后 给予目标价14.3元 李安吉克直分析师李慧芬提醒投资者 近期香港地产市道较为疲远 前景一般 行农地产又以收租为主 虽然九成客户都选择逐租 但租金上升的空间不大 后续或有减租的可能性 市场表现疲弱可能对公司收入造成拖累 李慧芬分析认为 行农地产自2021年起股价便一路下探 最低层跌至9元左右 即便是疫情结束后 也未见明显回升迹象 目前来看有向低位靠拢的趋势 因此建议 行农地产股价有机会持续下跌 建议投资者等到股价跌至去年低位水平 8.5元 后再考虑入场 博威环球资产管理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认为 近期香港地产股表现一般 月线图显示公司股价 自今年3月起持续下滑 直至本月跌势暂告一段落 总体跌幅不算太大 后续若能守住10元关口 投资者可考虑入场 否则应等到股价跌至去年11月低位 8.5元再吸納